哈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国际大棋局第三节 刚才那两节,一节我们讲了香港,一节讲了澳门 第三节进入这个节目之前,也是提醒大家,记得订阅 给赞,按赞,以及成为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推广一下给身边的朋友,同事,家人去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受到一个无形的打压,我们有很多的节目,有时是故意不推送的 尤其是一些时事的节目,第三节回来,我们就会讲讲国内的情况,台长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再加一节呢?原来很简单,因为上海的情况很值得大家从两个角度去看 其一就是,如果这个情况,类似的情况是香港实施,我们怎么应对呢? 这个情况也是好像我们之前说的,突然间按一个键,就要隔离 导致很多问题的,甚至一些死亡的个案 其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状态,现在在抖音,或者其他中国里面的社交平台呢 是禁之不绝,你会看到很多片,今天我收到很多关于上海,或者其他地方的片段 很明显就是,这个老百姓对于现在的防疫政策,这种突然围封的政策呢 是非常非常之不满的,所以他们就不理了,总之我扔出去,也都分享 就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可能会被人检控的,可能会被你拿去文化的 就是现在他们都不怕了,开始,那变成了呢,就导致现在那个网上的管控的情况 好像有点少少被冲击喔 文俊,我们看了那些片,你这里报告给那些听众听听 究竟有哪些情况,我们要特别知道和关注的,在这个特别在上海上面 首先呢,台长昨天节目都有讲过的,有很多人就在那些小区的路边 或者是在什么,採摘一些植物,或者是採摘一些他们认为能吃的东西来吃 吃草,吃草 那些呢,有些也不是草来的,有些是去挖一些笋 例如去什么打走那些植物 但是,那个情况之余,也不是最惨的 最惨是我们看到,因为这个防疫管控的措施,清零的措施 的而且确开始是祸及到民生 例如,我们收到一个片段,应该是一岁两岁的小朋友 就被人抓到隔离,但是隔离得来呢,就是等他和父母分开 但是呢,就没有这个充足的照顾 那就导致他应该是出现了问题 那居民就是死了,但是也有可能是昏迷 那那个父母就很激动,就大吵大闹 就在隔离中心里拍了一条片 应该是抖音或者是在西瓜视频直播 那之后呢,就只有上半个月而已,就没有下半个月 那我们看到上半个月的,那据民呢,就应该是 那两个的父母呢,后来就被人寻人之事 就抓了,而重点呢,最新消息呢 在我们现在录节目前一刻,就听到一个很不幸消息 那,未是确实到的,但是如果是真的话 就是一件悲剧,因为都有一些截图流出了 就是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呢,就顶不住压力,就自杀走了 那另外呢,也都见到,譬如是 有一些区,那你说好了是封几天的 那你要无理地加进去,那于是有些民众呢 就顶不住了,就冲破了那些围栏 那接着整堆人冲出来,那也都会有些人 跌倒了,那可能会扬成了一些人踩人的惨剧 那其次呢,例如吉兰那样,那原来不知不觉 是封了一个多月了,那好像无了期那样 那还有呢,见到那些上海的汽车呢 好像是有个原罪那样,那就是说 譬如来自上海的车,那去到有些地方 进去,那已经是会立刻被人贴一条封条 在你的车窗,就是你两边的车门上有条封条 接着你搞下车窗呢,他就要叫你做核酸 那你在做了核酸,结果出现之前 你就不能下车了,那接着你跟他说 啊,我们想下车去洗手间,我不行 啊,你的事,那接着我们很肚子 想去士多买点东西,不行,这个是你的问题 总之呢,你来自上海的车呢,就不能下车 除非你做了核酸,接着是阴性的 那到时你才可以下车活动 那结果呢,你看到很不人道对待的 但是做这些检查,不是真的看到那个结果的 是啊,你不是说现在,接着我跟你做检查 接着你等五分钟,转头又 他不是的,他真的要很简单 你的马也要变绿色的,你明白吗 就是你本身进来,你的健康马 你要变的,那些安心出行 就是大陆版的安心出行 那你一直,你的马只要未变 你都视为是不安全的 那结果他就实情是很不人道 你会把风条贴在你的车门,车窗里 然后你说,我要很肚痛的,我去厕所 你在车里搞定 喂,这东西很不人道 就是你连去洗手间 人类基本需要 我经常都说人类四大需求 吃、磋、睡、吊 那四大需求来的 那你连吃、磋都不给的 接着你要别人坐在私家车里 直到他认为他安全为止 甚至乎有些是过分到 你上海的车不让你进 上海的车,或者吉林的车 喂,不让你洗进去 喂,你都不下车了,喂,我没有油 想进去加油站那里 然后,本店恕不招待 来自上海和吉林的车 那你基本上,你会看到 他们为了执行这个防疫政策 是去到一个很不人道的地步了 台长 但是我解释到,为什么要去成这样 一般人都有差印之心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小小小 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上海的压力很大 你刚才我们第一次已经说 哪个现在城市 他去到几十宗、几百宗 那个市长 就真的是烏沙不保 人头落地 那你去到这么极端了 你可能你都未必问那个理由 那个情况是什么 导致的 你都不问这件事 你就立刻去这样做 那这些是用诚语的说话 雷厉风行 但是有时候 你要给多少空间 那些官僚去处理 是不是 那后面有很多原因 如果不是他真的要负责 那你有他去处理 就可能他们会比较 就是会比较是人道一些去处理 现在这些疫情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去到这么极端了 你禁止指令 你要做的 你不做你就跟着 你背锅了 那很多人就害怕了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会导致现在这种情况 但是我也看到的新闻 也都很恐怖的 就是说那些司机 我想是持长途那些货人的司机 因为他们可能是未必那么快 收到少了 他在途中他们已经被拦截了 接着就吃不了东西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情况的? 那些人直接有片出来 那些人是四五天 是直接在高速上面堵住了 是进不了去 或者出不了去的地方 接着可能是一百几十架车围住了 接着他们是没有进出 然后也没有食物 欠缺一些问题 包括可能是吃饭头 吃了几天 其实现在你发觉 因为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 它是搞到现在不是政治的问题 是民生的问题 是受到一个极严重的影响和波及 还有呢 也影响了 其实有时候不是没有食物 是一些菜 那些东西腐烂了 没有人去 对 对 这个做法本身已经显导出 清零政策的缺陷 就是 你都没有全门计划的 你就是按一按按键 以为就这样搞定 但是 你既不可以防止到疫情的扩散 那些人又搞到那个市民出现了民生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台长我要说 有一个我看到很心痛 那有两件事 第一 就是有很多市民哭诉 就是政府是没有理由他们感受 去撲杀他们家里的宠物 比如说 是 确实地去把一些猫狗 或者是一些兔子 他很残忍很无情地杀害 甚至乎是没有问准他们 譬如他那个人去了检测 去了旁边 旁边回来 发觉譬如 可能有些宠物 突然之间死了 那家里的门被人开了 其次就是 就是可能 小区 开了你的门 然后进来 逐层逐层 见有动物就杀了 甚至乎 因为旁边不让出去 那些狗要散步 那可能住在四五层楼 把狗 拿一条狗带绑住 由四五层楼 钓到地上 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很 有违人性 和很疯狂 第一 你固然钓的狗下去 中途一只狗 踏下去 当然这件事是 是不对的 我宁愿不让它散 另外第二件事 你真的很不人道 你在现在二十世纪 你还可以做这些事 就是 你把人家的宠物 然后不问个人 或者是 那个情况下 我看到有一个 很不人道 就是 它一定要你 让它进去杀一只狗 不行 那只狗我们养了十六年了 如果不杀一只狗 你们就不让他进屋 嗯 是啊 你迫着 搞到老人家 或者什么 在外面 坐着一天一夜 你都不肯散 你都要选 一定要杀一只狗 你才肯走 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疯狂呢 说真的 还有另外 我上次也说的 傻子 是不是 你这些人去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那些核酸棒太多 多得不得了 如果你再去 cheaney 它弄到一个超市 找到孩子 跟他研核酸 然后 去什么那些菠 Whether 去骑ailed酸 你们别那么瘋了 那些的吃物 但是问题是你那些是食物 那些喂鱼鱼那些是食物 还有有些喂大哥 那个鱼鱼都被人斩开了 你看验它干什么呀 说真的 但是你那些 那些猫狗 那些兔子 那些是宠物 那些是真的有感情的 那些不是用来吃的 你不要做那么疯狂的事 是啊 但是我们自己都经历过的 就是前几个月 仓鼠大屠杀 OK 那我们去第二个问题了 那现在呢 就是那个情况呢 我想史无前例的就是 那么多片看到 那么集中在这个抖音 西瓜视频 那这个是不是代表呢 就是 现在市民有意欲冲破 那个官方的 那个 就是审查的界线呢 那我自己看的不多 很多你放来给我的 你看到多少呢 你自己 我那些都是我们的听众 不停传给我看 我好像有个听众 昨天传了十几条片过来 哇 我现在很惨的 有时候 那些听众真的说 不要骂我啊 为什么你们经常发觉 为什么留信息给我啊 为什么不回答 因为我真的太忙了 真的回不了 就是说声不好意思 大家不要生气 真的回不了 好像你听众那样 你发十几条片给我 然后问我看完有什么感想 我真的做不了个阅读报告给你 我只可以说 他是身处香港 他发过来 都可以发到这么多的时候 那我相信 那数量是 国内是躲不了的 就是已经 就是你说 正常 这些人发生不满 那我们删掉他的币 但是问题 那个情况就是 你同一时间 你这么多人 那些什么记者发布会 你发觉的 是被人洗版的 什么吉林呢 政府发布会 然后你发觉 一千多二千人 全部洗版是同一句话 没有食物 没有吃的鸟 救命 没有吃的鸟 全部人说同一句话 那你删不及的 你很简单 你五分钟 删到一千块钱 删不了 那我开始不怕 那个罗修正在 我都没得吃了 如果你捉了我 你起码有东西给我吃 你无论如何 这个就去到很极端的情况 但是 其实我们是期望一样东西的 现在最高领导人 应该要看一下这些片 你看看这些片 你就知道 现在究竟外面发生什么事 但是这里也作出一个呼吁的 文进和我 就不喜欢 不想看到一些很残忍的东西的 我不知道文进能不能相信 我能不能相信的 以前有人发过 乌克兰那些被杀的小孩的尸体照片 麻烦各位遇到那些照片 不要发给我们了 我知道这件事 就行了 我不想看到那些 那么惨烈的状况 因为看完之后 成都睡不到 所以大家 台长呢 台长说了 所以我们呢 其实之前那个 我们的群组呢 有一些 部分血腥的照片 无论是乌克兰 以至一些国内的照片 那些呢 其实我们都 勸喻那些 朋友 不要贴了 不要贴了 你把那些东西发给主持人看 然后 其实这些交流 我没有必要的 因为 在一个角度 第一 那些片 大家都封存 你说多话少 都会接触到 第二 不需要再单独 这样去 譬如 不停地发信息给我和台长 没意思的 其实 我们来计 好像有些听众 我都在劝语他 我知道你悶的 你可能觉得 我们每天的节目 都还不够长度 你想我私人 私人都陪着你 但是 如果你是个美女 又是 识分对象的 那没问题 那我一定可以 你叫我24年陪着你也可以 但问题是 有时候 不是的 我受不了 你不停 疲劳式轰炸 真的 有些听众 可能觉得 我们是那些 顴链帽 可以打上来 聊聊心事 结果 真的当了你顴链帽 那大小事 都跟我说 那 一开始 我有时候 礼貌式 或者我们工作人员 我们频道管理员 都是收很多这些 那 那一开始 礼貌式 就回覆你 或者是 打个OK的手势 那样 但是久了 还要不止一个人 顶不住 你一天好像台长 我问你 几百条信息 你怎么回覆 我已经 例行了很久了 所以很多观众都知道 譬如我自己的习惯 骚扰我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也都 大家觉得 去到我那里 通常我都看一看就算了 但是除了一些很特别的信息 但是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令人不安的信息 我知道 有这样的信息 我不需要知道 那个细节 好了 这一节结尾 我想说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会特意开一节去说呢 就是 因为我想现在那个防疫的措施 去到全世界 大家都差不多 找到一个共识 差不多找到一个共识 就是 你要兼顾那个经济的发展 人道的理由 就是 你自己的国家本身的资源不够 但是 其实都可以想方法去处理的 譬如说我们很少看到 非洲那边的报道的原因 很简单 No news is good news 因为 他们用到他们自己的方法 去处理到那个问题 是不是 那其他的 先进的国家 他们的疫苗本身 能够应付到那个情况 那我觉得大家 就要很诚实去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你说科兴可以 那就科兴可以 如果国人可以 如果不行 就告诉大家是不行 就不要再继续拖 也都不要去 在这个时候 去想到一些 噱头出来 是吧 就让大家有错误的希望 那我直接去讲 比如这个中药的问题 中医中药的问题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就应该全国实施 是不是 就不光是派个专家来香港 現在大家是要切切實實針對問題 不要浪費其他政治任務 作為最高領導人 你只想一念之差 其實很多人已經付出很大的代價 比如我們一開始講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 他不知道有什麼理由要和父母隔離 接著就可能是兩條人命 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不能夠評論 但是這件事本身 其實可能後面的因素都是 我強調上頭的壓力很大 你不做你人頭落地 很多時候就出現了這些 完全沒有著情的理由 有些事情變通 其實有些事情變通 就兩全其美的 疫情可以防止 人的處理也可以達到 那你只要肯用一下腦 壓力減少了 那些人就可以用自己的想像空間 或者一些變通的方法去處理整個問題 那我最重要的希望一樣 就是香港不要發生類似的情況 事實上已經發生了 就因為如果不是那個特區政府的管理 他沒有預防 或者不懂得變通 那八千條人命就這樣沒有了 是不是 那就是 黃陽保勞 就是 如果第六波真的要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避免發生同樣的情況 台長啊 台長 其實我們必須要說說 上海其實作為中國第一 第一線城市 文明線信 經濟最好 那些人的數字最好 其實開頭呢 你看到他們的市長 他們整個方針就是好像你所說的 就是用一個文明理性的方式去對待人 但是奈何始終是不讓他這樣做 甚至乎呢 就是據報啊 現在直接派出了 因為覺得上海的人軟弱 那時候派出了其他地區的武警 還有一些可能是解放軍 就進去這個上海 是要進駐 還有要去打擊 說得嚴重一點就是軍管 說得嚴重一點就是軍管 那就是我覺得 我看到這件事很深呼 因為其實第一 我自己都認識一些的 Uncle Auntie 他們住在上海 那也都 有些和我關係密切的 那他們本身 他們的家人就是上海人 是很多 其實很多 那就是我見到唯一一個 曾幾何時 甚至乎說 上海比香港好 近兩三年 不是很多去了 蔡兆芬也去了 阿嬌那些也去了 在那裡住 就是一個叫做 不要說是中國 可以這樣說 上海已經是國際上一線城市 一個一線的城市 一個這麼國際化的城市 一個大都會 也這麼有歷史悠久文化 一個叫做這麼先進的地方 要搞到這樣 去軍管 那些人去買 沒有東西吃 然後要遭受到打壓 就當去黃絲黑暴 只要一吵 就尋釁之事 一有意見提出 就說你添煩添亂 你一站出來 就說你黃絲黑暴 其實這一種的手法 你看到人很心痛 很心臭 我也很擔心 我在上海的這些Uncle Auntie 還有當然 我們讀者和聽眾 雖然他也是翻牆聽的 但是 他真的是我們真正正的聽眾 我真的看到上海要這樣硬來 唉 我不知道怎麼說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人微言輕 small potato 但是每一個聲音 我們只能夠期望 就是當權者能夠聽一聽 我剛才也說了 這些片段是看不到的 可能下面沒有報料給他聽 或者你現在形勢大好 也會更加好 但是你 都是類似普京的情況 你初頭形勢大好 走進烏克蘭 那些人就會 哇 迎接你俄軍道 但是客觀現實 就會告訴你不是 現在的情況一樣 台長 我想說 任何領導人 你都不可以 任何事情都說一句 我不知道 我被人引渡了 你就打算洗掉那件事 沒有可能的事 就好像林鄭那樣 因為你仇視香港人 你說香港人是真理 你說下面的AO 整個政府一起動勾你 接著就代表你做的決定 你不需要負責嗎 你去對香港人做的事 你不需要負責嗎 不是的 任何的領導人 其實你在當地 你都要負責 甚至乎有一些 現在的領導人 你發覺不抱頭的 很長時間沒有抱頭的 接著又不知去了哪裏 接著完全有什麼問題 又沒有出來說過話 不止我們這些地區 就算你說其他都是 其實這些領導人 你可以出來說一句 我不知道 那段時間我不在 那段時間我搞什麼 接著就當沒有這件事 我給下面的線 是啊 好像現在世界的進程 越來越是 這些領導人 在特權階層 他做任何事都沒有 不需要負責任 他沒有任何的後果 他喜歡怎樣做到 怎樣我怎樣差 你們害死人也好 怎樣也好 整個城市經濟玩完了 接著怎樣也好 他好像是沒有責任 是啊 是啊 錯不在乘嘛 千錯萬錯 錯不在乘 好了 我們剛才那兩節 都是很長 我們今天加了一節 這節我們早點的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要早點上第一節 因為我們不知道 晚上的變化是怎樣的 好的 那我們明天再回來 OK 拜拜 拜拜 就是以這個和食和洋食Fusion 作為賣點的 那今天老闆呢 就特別為我做了一道 很受歡迎的菜式 那這個呢 就是海鮮湯 煎魚湯底的這個海鮮湯 那海鮮粥 那配些什麼呢 就是餃子 那另外一個小食呢 就是這個炸雞翅 那我首先試一試這個湯底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這個食相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 一筆出來呢 有這個 辣爪魚 哇 相當鮮味 再搭上這個 餃子 嗯 嗯 應該混在一起 嘗嘗 嗯 鮮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了 今天是飲食節目 所以呢 就再做了這個 枝滑豉 是不是 大家不要怪我了 現在出來是下午 但都要對分 對分 一匹 一匹 那這枝就是正的 正的 啊 可定 那接著呢 就試這個小食了 那這個呢 就是雞翅 我們加少許這個 沙律醬 在上面 嗯 哇 裡面咬出來有汁的 很滑 很鮮味 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呢 食屎大同 引起你去吃肉 就記得 在六點之前 不要六點之後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在食屎上 光顧一下 就幫這些食屎呢 去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多謝各位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 司徒文俊頻道 喂 美比 Hello Hello 是呀 走過嘛 看看 看看樣子 是呀